頭上山看得到啊 對啊 九族那邊也看得到啊 好美喔 站在梁町來 看向酒瓶的景觀 可以欣賞六角色複的景色 你不可能以為這是騎館看過的環境未來 上次才看 這梁町景人是站在柱仔町 要讓你景觀以外 這棟樹屋其實主要目的是經營咖啡館 坐在柱仔町喝咖啡 又可以感覺是非常新鮮景觀特別 這還蠻少見的啦 在樹上面的一個咖啡館 感覺就是很有 看起來就很有情調 感覺吃東西跟咖啡喝起來都更加有感覺 這裡的風景還不錯 然後可以看到很遠的地方 一早被挖起來就為了來這裡喝咖啡 然後來了覺得很值得 因為咖啡很好喝 風景也很好 樹有咖啡館是日子鄉六角色複 為了可以做色複越有得色 出外交所最出來的作法 目的就是讓UK最特別的體驗 能讓客人比較覺得有特色 然後覺得比較不一樣 到不一樣的咖啡館喝咖啡 他們會享受到不一樣的感覺 咖啡館在柱仔町 為人家散咖啡時不是會很辛苦也不方便 如果你這樣想就不對了 咖啡來喔 好來 咖啡上面要拉 樹有咖啡館就連服務也很特別 咖啡放在哪兒來 用流水給客人家自己撩起來 體驗真的是很特別 哇 好特別喔 第一次遇到泡咖啡 是用從下面釣來樹有的上面 還蠻方便的 只是蠻有趣的 第一次遇到這種東西 在外面其實是看不到的 特別的樹有咖啡館 目前只有有一棟 一次也只能容納最多八個人 六角山雅人明表示 這只是在試驗改端 他們的目標是要從社區來全民提供 比較特殊的 來做一個觀光的一個據點 所以大家討論了 來做樹有 我們做好之後 大家產業聯盟興趣很高 大家現在開始在找柱子 開始種柱子 也可能一種10年就可以做樹有了 所以說這一個據點 安生大家聯盟開始要推廣 每一個人推出一個據點 因為我們路高不是只有咖啡 因為還有很著名的紅茶 所以我們希望整個路高社區 就是大型的咖啡館或是柴藝館 六角山雅人明表示 因為只有一棟 因此想要體驗的UK 必須率先向山雅人明依脈 未來如果UK歡迎真好 社區將全民提供行見 讓六角社區 變成一間大型的咖啡紅茶館 既照王朝聖蔡鳳報道